那么这个歌的影响力远远不止在中国 你像这个1944年的时候 马来西亚那边也是抗日 游击队就把这个歌搬过去了 就是把歌词变成了 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改成马来亚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就有很多马来西亚的烈士 在就议之前都唱着这个歌 后来美国有一位这个黑人歌唱家 也把这个歌传唱下来了 后来在反法因斯的一些聚会上 他多次唱这个 在那个年代 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影响了中国 还成为一支国际战歌 激励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 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保罗·罗伯逊 是当时美国著名的黑人男低音歌唱家 罗伯逊用中英文演唱 义勇军进行曲 并用中文灌制了唱片 起来新中国之歌 等后来二战青江结束的时候 有的文化学者 编了一个全球各地反法因斯战争的歌曲 其中义勇军进行曲 列到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就代表着中国 所以这歌的影响力 已经超出了中国范围 甚至超出了亚洲 那么它是怎么样变成国歌的 这个得说1949年春天的时候 当时在捷克布拉格召开了 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当时郭沐若作为团长 代表中国到那边参会 参会的时候 发现人家有个规矩 凡是进到会场的 都得先揍自己的国歌 那么中国当时没有国歌 怎么办 郭沐若临时想一商量 跟代表团商量 咱们用义勇军进行曲 可是问题是这个时候 49年中国已经 这都已经快建国了 就说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话是不是说的 有点过时了 各位代表 徐伯鹏代表建议 用义勇军进行曲 作为国歌 请大家发表一点 曲子好 但歌词的内容 应该改一改 是啊 新中国即将成立 原歌词的内容 已不大符合国情 我暂成修改歌词 我们不能天天唱 特别是这句 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不可行 所以郭沐若当时做主的 把它改成 中华民族 到了大翻身的时候 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所以回到国内之后呢 这时候正赶上 49年呢 这全国政协开会 就商量 我们这国歌 国旗国徽都用什么 当时面向社会 政绩过歌 收到了694首歌词 但是都不太满意 那个时候呢 就以马旭伦为组长 叶简英为副组长 组员就包括 郭沐若呀 毛顿 还有这个马思聪啊 作为顾问 就我们到底用什么 当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后来马旭伦 作为组长 他提出来 在这个1949年9月25号提出来 咱们就用义勇军进行曲吧 当时时间也很紧迫 我们也知道 10月1号就开过大典了嘛 最后毛泽东拍板 好 就用这个 所以就这样呢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完整的保留下来